不少刚入门航拍的飞游都在抱怨 为什么刚买的无人机一起飞就不受控发生飞行事故 其实呢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新手拿到手时就在室内起飞 这样很容易进入姿态模式导致飞行事故 什么是姿态模式 姿态模式是一种不使用GPS和视觉系统 使用气压剂等传感器保持飞行高度和飞行姿态的飞行模式 此时由于不能精准定位只能简单平衡飞机的水平姿态 这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姿态增稳了 这时各奖分配的电桥电压是相同的 但各奖页的阻力是不同的 再加上风力气流的影响也就产生了我们经常看到的飘移 需要手动控制飞机的水平姿态 由于没有GPS信号 搜集到位置速度等信息 因此飞行器无法使用避障和自动返航功能 当飞行器被迫进入姿态模式时 建议尽快在安全地点降落 什么情况下飞行器会进入姿态模式 如果飞机的GPS信号不足 而且飞行环境不满足视觉系统的工作条件 例如在高楼密集区域、桥底、森林或者室内 飞行器会进入姿态模式 还有一种情况是 当指南针受到干扰时 例如在钢铁建筑物、地下停车场、高压线、通讯基站等附近 飞机也会自动切换至姿态模式 为了保证你的飞行安全 我们建议你选择开阔、无干扰的飞行场地